给大家介绍一种我们团带人胜利百分百的打法 现在赛季出的26星以下基本上无敌 从第二波也去开始可以让对面一个buff都拿不到 而且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一把游戏非常适合双卖上分 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打法该怎么玩 我们开刷的对抗路这边成绩一定要留好 然后从这个草这边绕过去 接着慢慢往前靠去亚瑟那边的位置 注意这个二技能一定要对整亚瑟滑过来 成绩收掉那个兵线就可以直接到达自己 但是这个大多不要扔这里是细节 用平A把剩下的兵线A掉等着那打也过来 走位阻碍他的技能他已经死了 先不要着急方儿看他大招往来走 好他出圈了二技能对准平A接大招 把他带走之后这一波是关键中的关键 现在兵线还有一点血可以先挂一个一技能摸下塔 然后这个小鸟他是还没打的可以二技能直接过来 这一波兵线我们就不要吃了要赶完他下一波的蓝区 把小鸟打完之后直接开始往中路赶 然后你股东正好会遇到中路和线刷新 把和线拿了但是这波成绩不要放 如果中路有线的话要先帮中路拿到线权 然后直接开始准备进这边蓝区 进这个位置他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杀的 二技能挂一直接打 追着A把他打三就行 有一个却保护肯定是杀不了他的 不过他没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他演 挂一技能先把这两个小鸟给打了 我一下黄中的圈别被他打了状态 四公正上了先别管他 那个位置有点危险的 从这个边上闹过去看能不能帮下 四公正还是蛮给力的把这个黄中给打跑了 刚刚进也被我们打三 所以这波可以用二技能快速把蓝bub给打掉 稍微注意一下桌鱼的位置别被他给抢了 上面那两个野我们就不要了 才可以开始转充 记住这个时候中路线圈一定是动动之中 要不然中路是不会跟你走的 走到这个位置先等一下桌鱼刚刚过来 我们卡一波视野四角二技能接上 我他大招的控制成绩挂一技能接大招 把他带走之后这一波进行进红区 现在我们是没选的所以不要急 单中能打到什么是怎么先打进的状态 只有把他的状态压低你的反应才能更安全 这一步我们先万别去打蓝了 因为算上刚刚打斗的时间 他的红区也差不多刷新了 此时你是没有他红区刷新时间的 所以你要有点耐心 看吧我说的没错吧出来了 红buff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边上路的位置 别被他和进逢中路两边包脚子了 把红buff拿了之后开始往我们家蓝区刷 这个时候对面的蓝buff是还不会刷的 我们有一段时间 然后走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看亚瑟压的钱不钱 他如果压的钱的话 还可以来这边抓一波 这个二技能对准的一技能成绩接减速 然后大招风走位 带走亚瑟之后顺便把线给打掉 刷完蓝buff这边 对面小A已经开始刷新了对吧 从小地图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那两个小狼就不能刷的时间来不及 先二技能划过来帮中路抢完线 然后直接二技能再划过来往前冲 这里注意到四空阵子和黄中打架 我们现在是三个人的情况 就可以直接越塔强杀 他是往我这边靠的 进现在再上了二技能上去接怪一 可以说这一波进的蓝buff又没了 一旦被反掉了一波之后 这个打法对面根本没办法 在经济一直压着的情况下 那加上小明地道上是无敌的 把两个蜥蜴打完之后这一波还是一样 但这里的细节是蓝buff还没出来之前 先往前走压下对面的位置 蓝buff出来之后开始往外拉 如果近在附近的话 要三分之二写怪一技能 等蓝buff打完之后 继续流法宝质抢中线 抢完中线之后 对面红须刷新会有一个间隔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抢和线 然后再进入红须把红buff给打了 注意要站在我这个位置 别太进去了会浪费时间 这里的成绩也不能交 要留着 蓝buff败起的时候 把他往外面拉这样会更快 此时的红buff还要四秒钟刷新 周线来了要继续往左边靠 先抢中线 一技能挂在大兵上直接A 这里手一定不要抖不能线 承戒要留好等红buff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直接挂一 准备好承戒 差不多3000的时候就是斩杀线 这里亚瑟被控到了 我们还能再收一个人头 之后就一直按照这个思路循环 就能四buff重头刷到尾 另外说一下这个打法 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故事没有补充的 第一你入侵完野区之后 适当的时候要帮边路拆塔 而不是马上跑去刷自己的蓝区 不然队友节奏崩了的话容易炸 这是一部分人胜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入侵对面野区的时候 会有对面来锁的情况 这种时候没有惩戒的情况 一定不要先扔一技能 要三技能起手 打到三分之二写的时候 再挂一技能 这样不会被对面抢掉 再接着就是推进的技巧了 可以让队友从正面进攻 我们从后面包抄 这样非常好拿人头 九分钟轻松一万经济 再控一下龙 赢一下比赛随随便便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叫上你的笨蛋朋友一起来玩